哈喽大家好,我是汪哥的弟弟,今天带大家看一个《我爱你,你就要放电》的故事。 男主阿鹏是学校的路人甲,换言之就是放在人群堆里都没有级别的那种。 在他的世界里,校园人物可以简单划分为这几类。 最垫底的是学校的路人,再往上走一丢丢,就是外咖,再往上走就到了肌肉发达的体育生,排在第二的就是校园里的高颜值女子组合,而第一的宝座自然就是内外兼修的学长了。 当然,作为青春校园电影,阿鹏也有一个颜值气质俱佳的暗恋对象,班长。 两人的关系概括起来就是,我暗恋你,你却把我当空气。 但这都没关系,因为阿鹏的画功十分了得,所以现实事件没有实现的,在他的画本里统统能够得到满足。 隔天一大早,他交错了作业,而交错的那本正是他歪歪女神班长的画册。 在女主小梅的助力之下,班长等人全部看到了画册里的内容。 就此,他和班长的缘分算是到头了。 知道了真相的他找到了小梅,不成想他居然拥有特异功能。 只要心跳加速超过120,靠近他的人或事物都会遭殃。 所以小梅家的电器都活不长,而他也只能频频转学。 父母为了隐瞒这个秘密,更是时不时出招训练。 另一边的阿鹏不甘心啊,于是将厕所当天的所见所闻画了出来,放在学校工人传阅。 一来二去,两个人也算是有了家庭。 看到阿鹏整整为班长画了一落漫画,小梅也算是明白他的真心。 与此同时,阿鹏也知道他喜欢学长的事情。 小梅虽然喜欢,但只要一靠近学长就会心跳加速, 所以每次都只是站在远处观望,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捡球打招呼的机会,也被他闹得尴尬收场。 不过也是因为这次阴差阳错,学长居然看中了小梅的跑步天分。 还是通过这番深刻的认识,阿鹏和小梅两人决定互帮互助。 毕竟你好,我好,大家好。 小梅一股作气加入了田径社,不仅顺利闯入决赛,还赢得和学长独处的机会。 虽然过程是有那么点心酸,终于到了两人相约的那个晚上, 天空也很凑巧地下起了雨,小梅的紧张顺着脚底传入了雨水,很不幸学长就中招了。 另一边的阿鹏也不甘示弱,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,班长看到了所有的漫画,阿鹏也趁机表白。 只是最后他还是被发了好人卡,那么刚好,从教学楼赶回家的阿鹏就看到了这一幕, 他一路追到了小梅的家里,为了安慰对方,他躲在门外画了一晚上的漫画, 塞了一晚上的门缝,小梅也终于释怀,没想到班长却不爽了, 因为他也喜欢帅气的学长,所以他请来了女子组合准备搞事情。 没想到关键时刻,学长来了一个英雄救美。 其实这个时候阿鹏也在后面,为了帮助小梅圆梦,他推了一把。 这一回小梅说出了自己的带电体制,没想到学长丝毫不在意, 还丢下一句,明天比赛赢了,你要做我女朋友哦。 隔天,比赛正在火热进行,阿鹏突然冲进了赛场,因为他看清了自己的真心。 他拿出了为小梅画的漫画,这一回他要和学长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。 结果当然是小梅所在队伍赢了比赛,不过赢得美人归的是阿鹏。 因为小梅也看清了自己的心,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 满满的青春,满满的少女心。 虽然同样是校园片,但电影插入漫画的形式,新颖又有趣。 推荐偏慌的小伙伴观看哦。 好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